住手 这里的东西谁都不许看 八弟这话说得透彻 谁想知道这箱子里寄的事情 谁就是想挟制百官图谋不轨 太子爷 臣弟的意思是趁我们都在场 当众一把火把它烧了 一来立安百官之心 以免人心浮动影响朝局 二来呢 也避免有人利用他乱了朝纲 这些珍贵的宝贝 可是二哥扬眉吐气的杀手锏 太子心中虽愤猛不已 嘴上却不得不称赞老四说的有力 四爷当机立断 命令将装满百官行术的箱子 抬到院子里焚烧 有人或许会问 四爷这样做 难道不怕康熙的责罚 其实他并不担心 不仅因为有太子上书坊的支持 还有众多兄弟的拥护 更重要的是 这场焚书大戏 心中早就胸有成竹 当年 康熙立牌终以撤翻 朝中多数官员持反对意见 甚至有些大臣暗中投靠吴三贵 吴三贵战败后 这些信件成了烫兽山羽 康熙既不能公开 也不能销毁 最终选择了一把火烧掉 此举迅速稳定了 动荡的朝局和人心 同理 百官行书也是如此 康熙不可能一次性 处决三百多名官员 但作为皇帝 他不能对违规行为视而不见 否则朝局会更加混乱 因此烧毁文书是最优惊 这样一来 百官怎能不敢击涕灵 唯一的遗憾是 四爷抢走了康熙做好人的机会 但从四爷的角度来看 这是替君分拥 为民解仇 很宽 装满百官行书的四只大箱子 在北京环保部门的多次警告下 依然燃起了熊熊大火 众兄弟虽然平时胆小如数 此刻却难得的露出了 皆大欢喜的职业假象 老师想趁机进屋投吃火锅 却被四个安排的老师三 牢牢守在门口 随着火势越来越大 众兄弟的职业假象逐渐消失 露出各自的真实面目 老爸一脸严肃 若有所思 老师似乎在思考自己的年后 太子的眼珠子几乎斜出眼眶 第二天便质问十三爷 究竟发生了什么 咱们怎么回事啊 我和四哥就是不愿意 看着你再翻船了 你和老四倒是忠心耿耿啊 你们瞒着我派年羹摇到江夏 又瞒着我偷偷把百官行书弄走 居然还 好啊 算我看走了眼 你给我走 你给我走 我再也不想看到你 十三爷仿佛做出了重大决定 偷也不回地离开了 老九和老师气愤难平 决心弹劾老四 而八爷则认为事情并非那么简单 四哥敢这样做 说明他必定留有后招 你们不要轻举妄动 这件事让太子和马吉告诉皇阿玛 等我弄清楚背后的实情再说 果然 远在南京巡视的康熙 收到了京城送来的紧急奏报 出事了 微信公